國外現在新診斷的病例 基本上80%大部分都是Delta 就代表它的傳染力很強 可是它的致死率真的有想像中這麼高嗎? 它的重症率真的有想像中這麼高嗎? 我們等一下會再告訴大家 我常常講嘛 病毒變異之後 你只要看它三個東西就好了 就是它傳染力 它傳染力強不強 另外就是它的重症率 就是它會不會造成很多人重症死亡 第三個就是它對現有的疫苗還有沒有效 對現有的治療還有沒有效 你就只要關注它這三個地方就好了 能夠被WHO放在需要高度關注的病毒株 就代表它的傳染力 它的重症率 還有它對疫苗的防護力 可能都有一些變化 才會被放在這邊 事實上能夠大流行 它一定是傳染的比原來病毒快 另外就是它死亡率一定不會超級高的啦 因為如果超級高的話 你得到就死掉了 誰會去傳染給別人 不會的啦 所以我才說這個也不用太擔心 大家都很擔心Delta 對 它傳染力一定是很強嘛 所以像國外現在新診斷的病例 基本上百分之八十三分都是Delta 就代表它傳染力很強嘛 可是它致死率真的有想像中這麼高嗎 它的重症率真的有想像中這麼高嗎 我們等一下會再告訴大家啦 第一個就是它的傳播力啦 大家都知道我們那時候講Alpha病毒的時候 比原始的病毒株傳播力強的大概百分之五十嘛 Delta又比它強的快要百分之五十嘛 所以它今天的傳染力很像說 跟水痘啊 跟感冒啊 很像 甚至比它更強了 那傳染力很強的時候 就會講到一個群體免疫的效果 到底要有多少人打到疫苗了之後 我們國家才會有群體免疫的效果 很簡單 假設今天原始的病毒株感染率 就是一個可以傳三個叫做R0子嘛 我剛才之前跟各位有講過 就是1-1R0分之1啦 這個應該會算吧 1-1R3等於3分之2 3分之2就大概等於67% 65%左右 就是65%打到 基本上就OK了 Alpha前一陣子最夯的 它一個人大概可以傳到4到5個人 我們先假設它傳4個人好了 所以要多少人打到疫苗 就是1-4分之1 75 Delta一個人大概可以傳到5到8 我們抓6個人 所以1-1-6分之1就是5分之6 就是大概大概是85%86左右 所以基本上要有這麼多人打到疫苗 而且是講完整兩劑 因為兩劑才有完整保護力 絕對不是現在我們從3級降到2級 就可以鬆懈的好不好 Delta病毒還有哪個很可怕 複製力更高 病毒載量是1260倍 就是說 它跟原始病毒來講的話 假設你原來感染到一個病毒 你只有一萬個病毒在裡面 它現在病毒可以複製到1260萬 非常非常可怕 而且病毒消失時間 就是代表說你恢復成變慢 假設今天你得到一個原始病毒株 你可能只要病兩週 可是Delta的話 你可能要病三週 或是四週 所以它傳播期更早 什麼意思 之前的傳播期大概7天 現在傳播期大概只有3天 4天而已 所以在你有症狀的前3、4天 其實你就已經在感染病院了 跟之前病毒又不一樣 這樣講大家可能有點迷糊 我看到大家看一張圖就知道了 就長這樣 以前的病毒株 你開始得到了之後 慢慢慢慢一段時間 這個叫潛伏期嘛 病毒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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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上來 變這樣 現在是這樣 第4天 潛伏期可能就變短了 而且病毒量 一直往上飆 都比原來的多很多 而且它好的時間也變得很多 所以什麼意思 病毒量變得比原來高很多 所以你當然比較容易傳染去給別人 而且你好的時間也變慢 代表你會傳染別人的時間 也拉長了 這個就是Delta病毒 就是為什麼Delta病毒 可以變成現在世界上的主流病毒株 就是因為它有這種特性 所以感染的話 當然比較容易傳給別人 然後我們再看下一張 病毒年輕話 不是說病毒變年輕 不是這個意思 很簡單 就是什麼意思 這次的Delta病毒株 根據研究統計 對小朋友 還有對50歲以上的感染率 大幅增加 約是以前Alpha的兩倍之多 之前我們 五六月在封城的時候 我們在做三級警戒的時候 那時候還是Alpha病毒株為主 那時候有沒有小朋友去感染 有 但是多不多 真不多 可是這次你看 這次的小朋友 這個比例大幅上升 但是我還是要告訴大家 雖然Delta 看起來傳播率是比人家強的 但是 它真的沒有想像中的 那麼那麼那麼的危險 各位 如果你上網去看 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 不一樣的Data 我先跟各位講 Data很亂 因為Delta病毒 對我們來講還很新 所以今天你要說 頻段各個疫苗 對Delta的保護力的話 其實你去看各個Data 都會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我是選一個 英國牛津大學 給各位看 他就講 施打兩劑後 兩週 因為我們都告訴各位 兩劑之後 過兩週之後 你才算是有完整保護力的男人 如果你打的是AZ的話 你完整施打兩週後 你可以有效抵抗Delta病毒株 上面講的有效抵抗 是指不要有症狀的感染 大概是68% 那如果你打的是NRNA疫苗 比如說輝瑞 大概是85% 莫德納的Data跟這個差不多 那如果又隔了好幾個月之後 因為大家現在不是在講嗎 說 疫苗到底可以保護你多久 這個不知道 這個是他們隔了大概三四個月之後再測的 就發現AZ會掉到61% 輝瑞會掉到75% 這個就是為什麼國外有人在講要打第三劑的其中一個原因 當然原因很多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很多人都在問我說 我打完疫苗之後 我可以像很多的其他疫苗 比如說病情肝炎疫苗 要幹嘛打完就終生免疫嗎 或是肺炎內瘤症疫苗 打完就終生免疫嗎 對於新冠而言 現在看起來 抗體的濃度 確實會隨著時間慢慢的下降 但是保護力還剩多少 到底什麼時候要追加第三劑 甚至是第四劑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我只是告訴各位 感覺抗體會下降 另外就是 對Delta病毒株有沒有效 它還是有效 不但是可以預防有症狀感染 對一些重症更是有效 好不好